假设P点是在第四项线 所以我们从这句就可以知道 第四项线就是正的负的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K是要小于0 到时候你算出来K可能就会有两个答案 那我们就只能选K小于0这个事情 然后它跟直线 点跟直线的距离 点跟直线的距离是2 所以我们就是带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好那我们分母的地方就是直线的系数平方和 那3平方4平方是不是就等于5平方 所以我们知道分母其实就是5 做多了你就会知道了嘛 3平方 好我写我写 来 3平方加4平方开根号 所以呢它就等于5 分子的地方呢就把直线写上来 3X X呢就用P点的X下去带 加上4Y 所以就是4K减1 绝对值 整理一下叫做4K加2 这个呢距离会等于2 好所以我的式子就是4K加2 取绝对值之后等于10 那我去掉绝对值 4K加2就等于10 或者是负10 如果你今天是考计算题 就要像我这样乖乖的写 啊你若不是的话 像我自己在计算的时候 我都不会写这么长一句 我就会写4K加2等于10 或者负10 然后呢4K就会等于8 或者负12 所以K就等于2 或者负3 因为以后我们考试都是考选择 所以不用写到像这样子 每个字都写出来 好那因为我现在身不由己 我是为了要写给你们看的 好所以K等于2 或者K等于负3 刚刚前面有讲啦 K是负的哦 好所以这一个是不合的 所以我们的答案 K就会等于负3 谢谢大家